大爷好不容易逮到这条一百多斤的巨物想扛上岸 可刚一着地巨物就来了个神龙白尾 刺溜一下划到河沟里 差点把大爷砸死个好歹 此时这条巨物已经和大爷拎我追两个钟头了 而大爷的装备居然只是这根细如柳条的竹竿 我们来看看 今天到底是鱼能获得自由呢 还是大爷回家顿鱼呢 只见大爷倾着竹竿用力托字 试图让鱼线的头的巨物老实点 可巨物丝毫不落下风 在大爷又一波攻势下 猛的一扑沉 瞬间在河面炸击猛烈的水化 把大爷的竹竿都干丢了 这可怎么好 大爷赶紧游过去寻找竹竿 可是周围全都摸了一圈也不见踪扬 这是去哪了呢 很快 大爷就发现竹竿正朝着反方向飘流 幸好他还在被巨物拖着走 跟上他就找不丢 大爷水上功夫不错 追了几秒就把竹竿握回了手里 赶紧试试举起 试图把巨物从河里一把拉上来 可巨物哪能乖乖受他摆布 好不容易露个头 下一秒又火速钻回水底 发动洪荒之力超近路逃跑 蛮力之下可苦了大爷 只能苦哈哈的被拖着走 好在这时巨物一阵脱力 又被大爷夺回了主动权 他再次高情竹竿时刻准备 这里全是水草 要是被他再次隐匿其中可就麻烦了 可这个家伙是典型的不按套路竹竿 身扎水底后居然往回右角 大爷只能跟着调转方向 虽然恐怖的拉力让他忍不住直哆嗖 但他依然凭借着过人的耐力牢牢控住竹竿 这手臂的力量真是不容小觑 感觉能一掌拍死三个我 而巨物现在改跟他玩捉迷藏了 一个地方扑腾一会儿就立马沉寂 眨眼又晃到另一个地方接着耍活龙 玩的就是出其不意 很快又在一个甩尾下重新扎回水下 竹竿也随之弯成一道绿色的拱桥 而后拱桥一端破水弹出 巨物猛然一跃 又窜到了大爷的身后 大爷小心维持吊姿慢慢转身 可巨物没等他发挥又突然一个俯冲 把大爷猝不及防地扯进了河里 然后一路往绿藻深处飘游 他整只前进河里 只剩一个竹竿带着大爷力牢 简直像一个轻巧的浮飘 不仔细看就要和这片绿色融为一体 大爷紧紧跟随其后 终于在快到岸边的时候 把竹竿重新握回手中 可就在台杆的同时 穷途末路的巨物竟又往水下狠狠一掌 把竹竿再次压成一个可怕的拱形 看得人直揪心 巨物摇头摆尾的乱窜一击 可掉完头之后 随着接连几个鲤鱼打挺 他居然又回去了 看出来他现在是彻底晕头转向了 而大爷的情况也没好太多 他现在简直成了圆规的转斗 跟着大鱼画圈 俗话说不怕大鱼哐哐跑 就怕大鱼会动脑 可是到了现在 巨物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什么叫一粒祥诗会 一招大力出奇迹直接被大爷干崩溃了 他将力量全部汇聚上竹竿狠狠一顶 希望赶紧把这家伙拔出来 而或许刚才那一下着实把大鱼泪得不轻 这一下还真乖乖浮上了水面 大爷心里狂喜 赶紧朝下一头 想趁他脱力直接脱上来 可巨物简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就在大爷快碰到了一个 又一个弹身跑走了 大爷再一次被他拖了过去 眼看着对方又要往水草离谱 大爷哪能让他得逞 赶紧到车往回了 巨物现在算是彻底摆烂了 使出来皮静一阵翻江倒海 大爷也不急 看准机会再次发力 把他挑了出来 现在他已经抖成帕金森了 心想这家伙的战斗力怎么还带续航的 他实在是懒得绝力了 干脆直接来手猴子偷逃 想趁巨物不注意赶紧扛走 可巨物反应几块 大爷一靠近 他就触电一样弹走 这家伙莫非是属泥球的 然而没扑腾几下 他又再次脱力 回到了原点 于是大爷不抛弃不放弃 再次试图扛起 可谁知巨物突然爆发 一个甩头差点把大爷赶出脑穴关 竹竿也再度甩飞 这一下鼠石把大爷整怒了 他一把捞过竹竿继续战斗 心想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然而大爷这边刚只愣起来 巨物又立马捏下去 于是大爷没开三度继续接近 大鱼也毫无意外地 又一次扑腾着正拓给 好似曾相识的剧情 我现在已经怀疑大爷是不是在卡巴 鱼上钩的时候 他不会还是个小伙子吧 见巨物是铁了心和他共沉门 大爷现在也不急了 你不是爱跑吗 我就让你跑个够 反正只要竹竿牢牢攏攥在手里 不怕耗不死你 就这样溜了几分钟 巨物不出所料的那些菜了 使出最后力气狠狠一排 彻底浮上了水面 大爷终于如愿以偿地 把他扛上了肩头 这家伙看着可真像一条肥胖的大王蛇 可刚一撂上了 他又立马残了起来 不管不顾地重新往河里钻去 不过好在他是抽风型选手 不出两秒又没电了 大爷看样儿一撂干 重新把巨物暴起 可巨物依然不老实 随着一个白尾再次滑解合流 不得不说这家伙求生欲可真强 一格电愣是挺到现在 大爷已经被他折磨出惊艳了 就这样静静等他脱离 然后再度搬起 这一轮拉锯战让他筋体力尽 好在旁边看热闹的小哥 这是自告沸眼 和大爷一起把巨物拖了上去 现在他终于老实了 大爷也终于能好好看看这家伙了 他学名巨物蛇语 天气一热就会浮出水面 以吞咽空气的方式来呼吸 全身最具力量的就是尾巴 列位刚才应该也见识到他的威力了 而最漂亮的当属身上的红色斑纹 在阳光下如梦如幻鲜艳的时针 制服这么一条水中巨物 大爷回去可有的吹了 关注我 每天带你发现一片新大陆